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方平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 跟我们以前看的很多房子都不一样 今天我带大家看一个照片 看上去还挺不错的 但是看实际的房子并没有那么好的 一个房子是什么样的感觉 现在先让我们看这个房子吧 这是这一条房子 这个房子是在小区的边边 就是现在看到的 你看它旁边是没有邻居的 就是这样一条路 然后这样过来 就看到这个房子了 就这样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里面 高挑厅大窗户 打开门 进来就是这种 然后它的那个楼梯是在旁边的 然后进来 现在是没有开灯 完全没有灯的 然后一进来这边是个dining room 就是吃早餐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书房 但是这个书房很奇怪 它上面没有灯 你看它上面没有灯 然后呢我们再往这边走 然后楼梯是这样子的 我们走 一直往前走 就到了它这个高挑厅的大客厅 这个是很漂亮 也蛮长量的 这样子 然后它这个也没有灯 你看它这个上面没有设灯这个房子 就这么一个很小小的灯 我就对这个客厅没什么用 如果晚上的话 我觉得这个客厅会很暗吧 然后地毯 地毯 就是一般的维护 没有很干净 但也不是说非常脏的那种 然后这边就是早餐厅 然后这边是厨房 厨房里的所有的厨具 比如说 现在看到的炉灶什么的 都很 就是没怎么用过 几乎没怎么用过 特别新的感觉 然后上面的抽烟机 有烟道 但是没有抽烟机 抽烟机是 你看烟道 抽烟机是直接在微波炉下放的 这种不是很管用 然后 再往这边看看 就这样子 感觉上还是很大气的大客厅 那我们现在再去这个处 主卧看看 这边的 这个位置呢 就是洗衣房的位置 然后再往那边 就是车库的位置 双车位 然后这儿是 出锅 这是客人用的洗衣间 这是一个客人用的洗衣间 就是在厨房 车库的旁边 然后我们现在再往这边走 看一下 往这边走呢 就是主卧了 主卧的面积还是很大的 大飘窗 地毯 维护的很一般 不是很脏 但也不是 也不怎么新了 它洗过一坑就是 然后再往前走 就是洗手间 洗手间的台面 这儿还有一点小小的 瑕疵 就脆了 然后 其他的地方 倒是还蛮干净的 然后这边是淋浴间 淋浴间的处理都是很干净的 就是打扫的也比较好 但是房子没什么升级 就属于很普通的装修 这是衣帽间 就这样 蛮大的衣帽间 然后这边是马桶间 总体来讲 我觉得这个房子的感觉不是很好 很一般 大客厅很漂亮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看 二楼的楼梯 也不是很干净 就是很一般的那个维护 然后一上来呢 这边就是一个活动室 在二楼看这个客厅 也能看得出来 客厅是很大 很敞亮的大落地窗 然后呢 再往这边走 它是这边一个房间 然后这一面一个房间 我们先来这边这个房间看 就这样子 这个房间是不带洗手间套间的 完全没有 这儿有一个洗手间 两个卧室都是公用这边这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也依然是没有翻新 比较原始的状态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是一个 另外一个卧室 就没有什么很特别了 楼上 然后呢 然后呢 另外一面 这边呢 还是有一个卧室 这是楼上的第三间卧室 但是它楼上只有一个洗手间 所以我觉得稍微有点少 我们再找找 应该没有洗手间了 不要给你拍错了 这儿没有洗手间 看那边 确实是楼上只有一个洗手间 这就是这个房子了 就是这样子 大落地窗 然后再往这边